2021年4月17日,媒體爆出驚人消息 阿拉斯加冰川一段長約63公里的冰塵 正在不動聲色地突然加速移動 觀天看地走盡神奇,這裏是信不信由你?大家好,我是李銘 2021年4月17日,媒體爆出驚人消息 阿拉斯加冰川一段長約63公里的冰塵 正在不動聲色地突然加速移動 這個位於德勒里山北部的穆爾卓冰川 亦有翻譯成穆德羅冰川 正在經歷一場罕見的飄移 每日移動27米,比正常速度快了100倍 這是什麼概念呢? 阿拉斯加州穆爾卓冰川厚約457米 闊約2.4公里,長約62.7公里 根據記錄,通常冰川每日移動不超過30公分 也即是一呎長 用眼幾乎感覺不到這樣的移動 但現在突然加速了100倍 變成每日移動27米 冰川不再是冰川,而是流動的冰河了 今年3月初美國K-2航空公司飛行員克里斯泡沫飛行時 途經穆爾卓冰川上空 突然發現穆爾卓冰川在流動 冰川出現大量裂縫 兩邊的石堆亦出現變化 看上去好像整個冰川被撕裂了一樣 他很神經,於是就用手機拍下了很多照片 很快地質學家查德核以辭 也披露說他3月底坐直升機去冰川 安裝測量儀器時,見到的警方令他目瞪口呆 因為他發現整個冰川都碎裂了 直升機根本就無法降落 而且坐在直升機中 都能聽到冰塊滑落碎裂的巨大撞擊聲 因為冰塊滑落的聲音 已經蓋過了直升機發出的巨大引擎聲 科學家說在全世界冰川中 只有1%會發生快速移動現象 木耳桌冰川這種快速移動 在1956年至1957年期間 曾發生過一次 距離現在已經有64年的時間 當時冰川向前推移了大概6.5公里 可能很多人不太了解這個消息 為何這麼驚人 因為科學家說導致冰川溶化的原因 可能不僅是地球發燒變暖 而是地球刺激的變化後果不堪設想 那為何地球刺激變化的後果會不堪設想呢? 因為科學家說阿拉斯加是地球氣候變化影響的前緣 其實今天這個話題不是科普也不是銷路 但真的很重要 希望大家能堅持到最後 如果看過好萊塢的災難大片2012 對傳說中瑪雅力法的第五太陽紀結束 將會帶給人類世界末日的說法應該是記憶猶新 而世界末日的說法也有很多種版本 其中之一就是地磁倒轉 儘管20125月著名的Science雜誌報道說 新發現的瑪雅力法版本的太陽紀是不會終結的 但人們對地磁倒轉會不會導致生物大滅絕 仍然深存而鬥? 因為這個地磁倒轉確實與人類的存亡息息相關 生活在地球上的人類能夠享受藍天陽光 呼吸新鮮的空氣 是因為地球有一個強而有力的保護層 這個就是大氣層 而這個大氣層在太空中就是一個磁場 也叫磁塵 這個磁塵有多重要呢? 大家都知道如果我們手上有一個指南針 我們便能邊邊南北方向 這是因為地球表面有地磁場的存在 不磁極總是指向地球的藍磁極 藍磁極總是指向地球的不磁極 地磁場對紫蘭針中的磁石藍不相及 紫蘭針上的不磁極指的是地球的藍極 紫蘭針上的藍磁極指的是地球的不極 這樣我們便可以通過紫蘭針來確定藍北方向了 磁場能夠幫助我們確定地球上的方向 地球上的鳥類和動物更加依賴地磁 為每年的遷晒導航 我們都知道地球是由地核、地孟和地核構成的 地磁場起源於地球的心臟地核 科學家認為地核內核和地孟之間包著一層地核外核 有點像灌湯包、肉心和麵皮之間有湯水 而這層湯水是鐵、骨、涅等元素的合成物 當地球自轉的時候地核外核與地孟和地核內核的 運動步調是不一致的 這種不一致的運動就好像是地球的心跳 產生了地磁場 這個地磁場有多厚呢? 這樣比喻 距離太陽最近的一面大概有10個地球半徑那麼厚 地球的半徑是6378.1公里 這個巨大的磁場將我們人類賴以生存的地球包裹在裡面 當高能大電粒子例如太陽風入侵的時候 就能抵擋著這些高能粒子 以及宇宙斜線還有紫外線對地球上所有生物的傷害 因此這個大氣層也即是磁場 是地球生物圈的重要保護層 沒有它人類就無法在地球上生存 如果地磁場的難不兩極發生了倒轉 就意味著地球的心臟病發作了 心律問亂了 大家都知道心臟病對人類的身體健康意味著什麼 地球也是一樣 這樣看來地球刺激的倒轉 是不是比預言裡面的戰爭、瘟疫所帶來的世界末日 更加靠譜、更加具有摧毀性、更加恐怖呢? 因為現在正在發生著 正在發生? 彈尼·貝克是美國科劉拉多大學波德芬校大器 與太空物理實驗室的主任 她在一份報告裡面說地球的磁場 每20萬年至30萬年翻轉一次 但上一次反轉在78萬年之前 遠遠超過了反轉的週期 地球磁場在過去的200年裡面已經減少了15% 這個可能象徵著地球的南北極即將反轉 造成生態浩劫 由歐洲航天局監測地球磁場的衛星所顯示的數據來看 地球磁場正在發生變化 地球裡面的液態、鐵和蠻葉正在被排出 這個就是地球不穩定的證據 當年雨中說如果地磁不斷變略 太陽風可能一路衝入地球照樣殘 不僅危害全球電子通訊系統和電路設備 也會對天氣產生影響 並增加人類磊患癌症的機率 如果地磁倒轉地球上某些區域 將會在過程中變得無法居住 1959年的時候 美國人發現在地球的上空 3至6個地球半徑距離的地方有一個輻射大 因應充滿了能損傷生物的高能脫子 1963年 加拿大地球物理學家阿凡借用這個發現 提出了一個大膽的假說 在地磁倒轉的時期 地球磁場減弱為零 大氣層幾乎消失 複射大裡面的高能脫子 就會瘋狂地傾射到地面 造成生物滅絕 也叫一對一的因果關係 就是一次倒轉引發一次滅絕 這個似乎說明了丹利爾的韻點 地球上某些區域 增落在過程中變得無法居住 其實不確切 因為地磁倒轉的結果是物種毀滅 是全球性的不是區域性的 1971年 澳大利亞風力家Kurin 都給了地磁倒轉頻率和生物滅絕率 發現兩種數據相關係數非常高 達到0.912 於是研究地磁倒轉的熱潮就開始了 不過也出現了反對派 精靈持續了20年 1980年美國科學家Everest 父子領導的研究團隊 在砂蘭上發表了長達14頁的論文 以地層中的醫源數為證據 提出小行星撞擊 導致了百惡紀末期以恐龍為代表的 一大批生物的大滅絕 否定了地磁反轉報紙生物滅絕 同年美國科學家Rob和Sarkovsky發現 在過去5.5億年的 衍生宿裏面發生過5次生物大滅絕 但衍生宿就有數百次地磁倒轉 所以一對一理論根本無法解釋5次大滅絕 即使能夠解釋 更肯定是很多次地磁倒轉導致一次大滅絕 那有一例地磁倒轉和物種滅絕的研究 就漸漸消息的跡了 Gong Crane在1971年發現的地磁倒轉 和物種滅絕之間的高雙關城 難道僅僅只是一個巧合嗎? 30年之後 美國科學家Hirley和World 在2005年發表了他們對此的研究結果 他們發現現在大氣的養含量是百分之二十日 如果下降到百分之六 海平面以上的絕大部分生物都將會窒息而死 衍生就期間大氣養含量曾經反覆下降 並且與生物滅絕率有很好的相關性 講明一對一的理論還是辣得住的 但是問題又來了 大氣養含量為什麼會下降呢? 這又是一個未解之謎 2021年3月 Science 雜誌發表了一項對這個的最新報告 研究指出在地磁場的反轉過程中 由於磁場變略 大氣液滅的氣養率減少 大氣養含量降低 進而導致全球氣候劇變 通常物種滅絕 地磁場是保護地球免勢 來自外層空間的宇宙攝線攻擊 隨著地球磁場的減弱 越來越多宇宙攝線會進入大氣層 產生更多的炭14 這些炭14會吸收到旋路組織的面 並保留下來 因此炭14的變化能夠反映當時地磁場的變化 因此本次研究中 敵方學家利用新西蘭塞地中流傳的 甚至於大約4.2萬年前的 古貝學燦樹中記錄的相關信息 首次將地磁場倒轉 和當時大康奴的環境變化 直至聯繫在一起 認為在4,28年至4,100年前 地球刺激發生短暫的鬥轉 並在地球上引發了一系列的環境危機 可能造成了當時澳大利亞長毛曼馬像 和巨型代紅等等 一系列巨型哺乳毒物的滅絕 地磁場減弱 會導致大氣裏面的肽氧合量減少 研究人員模擬了減弱的磁場 是如何改變大氣模式的 計算機分析表明 進入大氣的大電粒子等宇宙攝線的增多 會增加大氣裏面的氫和淡氧化物的產生 這些分子往往會消耗臭氧 這個將會降低平流層 酬氧保護地球高民免受紫外線複勢的能力 酬氧層減少的另一個可能的證據是 在大概4.2萬至4萬年前 人類開始越來越多地使用凍穴 而在凍穴壁畫裡 也留下了越來越多的紅蛇石手印 蛇石被認為是一種古老的防煞傷 這個可能是人類為了躲避越來越強的紫外線照射 地磁場強度的長期減弱 是氣候變化的指示器 有數據顯示 2,000年以來 全球磁場持續減弱 最近的159年入面 地磁強度下降了15% 南達西洋還出現地磁異常區 磁場的減弱程度高達35% 導致穿越這個區域上空的人造衛星 因為受到鬱子的影響而出現運作異常 而且類似太陽的大電粒子可以抵達更接近地面的區域 你又說明地球刺激正在弱化 有意思的是2017年7月5日 媒體報導在英國威爾特棍的 玉敏斯特出現的蜜田圈 據說就是愛星人對刺激倒轉的提示 你不得不讓人擔心 相同的悲劇會發生在我們身上嗎? 好了,我是李銘,這裡是《信不信由你》 分享視覺、共享資訊和你一齊看世界 歡迎大家留言提問 亦都可以告訴我聽你想聽的話題 多謝你的收看,我們下次再見!